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畅 相反我们通过积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欢迎各国更好共享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 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 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 共同影响的结果 贸易数据也不能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下 中欧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华欧企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量反销欧洲 表面上看中国拥有顺差 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是由欧方享有的 买卖是双方的事情 如果欧方一方面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施加严苛的限制 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对华的出口 这恐怕不太合常理 无论是解决欧洲面临的突出问题 还是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国都是欧盟 值得信赖 也是不可缺少的伙伴 通过对话协商突出分歧 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 我们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为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 营造良好氛围 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共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